生命科学,结构与过程,三年级,2. 动物 大大小小 有些动物确实很大,例如大象。 有些是中等大小,例如狗。 它们中的一些很小,例如老鼠。 我们知道的一些动物我们见过,例如家庭动物和农场动物。 其中一些我们只是听说过,例如熊猫。 其中一些仅仅是传说,例如龙和凤凰。 分类 这些动物中有哪些很小? 蚊子、蟑螂、老鼠。 您没有看过这里哪些动物? 龙、凤、熊猫。 小爬型动物 小爬型动物 我们周围的小爬型动物包括蚂蚁、蚊子、蜘蛛、蟹蟀、蟑螂、蚯蚓和蜥蜴。 蚂蚁躲在洞中,蚊子在废水中,蜘蛛在森林中,蟋蟀在草中,蟑螂在厨房中,蚯蚓在泥中,蜥蜴在丛林中。 观看蜘蛛如何制作网。 它用网抓昆虫并将它们吃掉。 观察 观察 哪些昆虫可以爬行并且飞翔?蚊子、蟋蟀、蟑螂。 哪个会咬我们?蚊子。 蜘蛛为什么要织网? 它想抓到昆虫并吃掉它们。 鸟类 鸟类喜欢不同的树木并吃不同的种子。 各种鸟的声音不同。有些声音短。 有些声音长。有些声音高。有些声音低。 辨识 你们能听鸟的声音来识别它们吗? 杜鹃 乌鸦 生命的结构与功能 动植物身体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与其生长、行为、繁衍后代和适应环境有关。 植物 叶子 叶子帮助植物获得阳光并进行光合作用。经朝着阳光生长,根系朝着水生长,花会产生大量的花粉,以便可以传播到远方。 沙漠植物可将叶片减小至针状,以减少水分的蒸发。 结构与功能 植物如何利用自己的结构来自救? 它们用树叶来获取阳光,扎根取水,并生产出花粉来繁殖自己。 沙漠植物将其叶子变成针状以在沙漠中生存。 动物 骨骼 骨骼可以帮助动物成长壮大。翅膀使鸟儿飞翔,即使鱼游泳。鱼会产生大量卵,以确保成功防止。毛皮帮助野生动物保暖。 结构与功能 结构与功能 动物如何利用自己的结构自救? 它们利用骨骼成长壮大。鸟用翅膀飞翔,鱼用其游泳。野生动物用它们的皮毛来保暖。 鱼产许多卵来繁殖。 生命周期 生物的生与死,从生到死,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例如,橡树的生命周期是橡子、播种、树鸟、树、橡子。 鸡的生命周期是卵、胚胎、孵化、除鸡、橙鸡、卵。 蝴蝶是卵、幼虫、勇、成虫、乱的周期。 模型 你们可以做一个海龟的生命周期模型吗? 我可以。它们是在卵、孵化、幼年、成虫循环。 它们出生在沙滩上,在沙中孵化,然后爬到大海中,并在成熟时返回到同一个海滩产卵。 生殖 有些植物产生足够的种子来繁殖后代。 有些植物用根,精等繁殖后代。 在卵生动物,它们产卵繁殖后代。 在胎生动物,它们直接生下婴儿。 模型 所有的植物都繁殖种子吗? 不是,有一些是用根、精等等。 卵生动物和胎生动物的繁殖是否相同呢? 不,它们有很大的不同。 所有动植物的生命周期是否都大不相同呢? 不,它们的模式相同。 想要给大家看。 我们来看。 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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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